这种蛇再熟悉不过了 华晨辉我都认识 黑莓锦蛇今天跑到树上来乘凉了 不知道它是不是有掏鸟的想法 毕竟黑莓锦蛇不是光吃耗子的 它也会吃鸟类和鸟蛋 它不是 它是在鸟吃 我估计很多人会把这个当成银环蛇 大家要注意啊 银环蛇的白环是没有这么宽的 很明显看出是以黑色为底色 而这条蛇的白环非常宽 尤其是后半截 白环比黑环都宽了 显然这是一条马来环蛇 主要分布于东南亚 它有着比银环蛇更高的致死率 在动啊 在动啊 你看你看 哦 天哪 来了我们支柳 哎呀 赶紧走 这三角头扁得很到位啊 不知道还以为是莽山闹里头的 不用惊慌 这其实是一条无毒的网警蛇 把头变成三角形 视为是一种常规操作 很多无毒蛇都会 最后这条蛇也是成功的 专辑了轮胎里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看戏的时候 一定要把座际放远一点 这是一种长得跟眼镜蛇 插球不多 但又不是眼镜蛇的毒蛇 非洲南部的拓蛇 顾名思义 这种蛇会喷毒 且喷毒技术相当厉害 最远喷毒距离甚至能超过2.5米 不过托蛇的体型并不是很大 一般也就1.1米左右 视频这条长度约为1.4米 已经是该屋主的大个体了 大幕肯定用人要说了 啊猫的反应速度是蛇的七倍 蛇在猫眼里都是慢动作 然而这只猫还是被咬了 腿都不敢着地走路愈圈愈拐 而这条蛇正是中国十大毒蛇之一的短尾腹 看来攻击速度比较快的 奎克毒蛇是会给猫造成压力的 不过猫也是哺乳动物里比较能扛蛇毒的 这只猫应该死不了 这是国外的网友拍的一条散灵蛇正在吃金花蛇 你没有听错散灵蛇也会吃蛇 它的食谱主要就是蛙类和爬行类 有时也会吃小心哺乳类 不过这条散灵蛇因为受到了惊吓 又把金花蛇吐了出来 重点是金花蛇还活蹦乱跳的 此时双方应该有不同的心理活动 妈哟 好不容易在那个大火早就在这儿给我搅晃了 你早不来玩不来 偏偏在我吃饭的时候来 你吃饱了撑到现在旁边我个死在来嘛 我这里服了 爷我不是要投胎了吗 散灵蛇那个哈皮哪个把我吐出来了 我也想下辈子那条烟尖往事 哎不求管了先跑了再说 哇塞一条非常巨大的网纹网啊 看样子应该是吃了羊或者小牛 然后被抓起来了 这条网纹网从粗壮度来看相当夸张 哪怕不看吃东西鼓起来的中间部分 光看前半截就出的不行 理论上这种粗细的网纹网 至少只有6米 甚至可能达到7米 实在是太大了 我说怎么渔户里没雨了 原来是打归了 可惜你也没有咬钩 我也没有打握 钓鱼老永不空军 钓到那条虎斑锦草蛇 其实我非常疑惑 钓鱼老到底是怎么钓到蛇的 难道是蛇跑来吃鱼 意外被勾到了吗 有没有钓鱼老哥解释一下 今天我们来聊聊世界上最大的蛇 它到底有多恐怖 菲律宾眼镜蛇的长度是1米 它的毒性能让受害者在一小时内迅速死亡 没毛病 贝尔车海蛇的体长也是1米 号称海洋毒霸 这图是灰蓝别尾海蛇 贝尔车海蛇长这样 它的一口毒液可以杀死上千人 以贝尔车海蛇那抠脚的排毒量 连都是一个人就不错了 还上千人 老实说我不知道它这个绿蛇指的是哪种蛇 杜波伊斯海蛇体长是1.48米 我怎么感觉它这个画面是一条魁科肥宅呢 这哪里像海蛇了 咱都世界为海蛇有这么肥吗 罗氏魁蛇的体长是1.6米 每年伤人最多的四大毒蛇之一 原斑魁没毛病 东部棕蛇体长大约2米 这肥宅你告诉我是东部棕蛇 回去照镜子好吧 东部狸人蛇长这样 它是澳大利亚致死率最高的毒蛇 如果只看近些年的案例 东尼确实是澳大利亚致死率最高的毒蛇 因为海岸他们手基本上拿不到人头了 虎蛇的长度是2.1米 我怎么感觉你这图是虎般锦巢蛇呢 你把观众当傻子是吧 虎蛇明明长这样好吧 哎呀不看了 我需要西洋 下次再接着看吧 这是非洲的网友拍的一条灰眼镜蛇 它是一种分布于非洲南部的大西眼镜蛇 最大颗长到2.5米 由于这种蛇的神经毒含量很低 只有3.72% 毒性相对较肉 LD5是为静脉2.35 但对应的 它的细胞毒含量达到73.46% 这意味着它拥有强劲的坏死能力 之前我们就讲过一个上厕所时 下面被灰眼镜蛇咬伤的 它的下面就出现了坏死 哥们是不是对5米有什么误解 你去买个5米的卷尺 摆在地上看一下有多长行吗 七八斤的乌烧也就3米左右 跟5米差得远呢 吹牛逼钱能不能先打一下草稿啊 目前文献中记载的乌烧蛇最大记录为3.06米 已经相当夸张了 一般2.5米以上都是非常少见的 另外这6米的菜花蛇又是什么鬼 王警蛇还没乌烧蛇藏呢 连明确超过3米的可靠记录都没有 咱吹牛逼之前能不能先打个草稿啊兄弟 用咱重庆话讲的这个就是吹牛不打高字 我是不得操字 又是两条蛇之间的打斗 目前肠上这条看起来奄奄一息的 身体已经中毒麻痹的 是我们的老书人黑莓锦蛇 而另外条实施咬住对方的大黑蛇 不是眼镜蛇啊 大家仔细看这条蛇的头部 在顶铃后方有两块很大的枕铃 所以这是一条眼镜王蛇 我只能说黑莓一路走好 来世再见 这是环游蛇属的恒温环游蛇 一种伴随气无毒蛇 体型不是很大 一般只有0.8到1米 主要分布于广东 广西 湖南 海南 香港 以鱼类挖泪磕的为时 爬得好快呀 花纹都看不清 我们暂停一下 可以看到这条蛇身上 有非常多的白色条纹 显然这是一条滑鼠蛇的幼体 没得到不用怕 这是印度的网友拍的 虽然看不到家族被纹 但这气质一看就是印度远镜蛇 他是印度四天王中的一员 咬人数量非常多 在早期的情节中 记录印度376例蛇伤案例 其中印度人蛇咬伤42人 死亡2人 致死率仅仅只有4.8% 而同时期的原斑魁 致死率为8.3% 距林魁36.4% 印度还蛇88.9% 看完这个数据里 可能会觉得印度人蛇 是四天王中最菜的 其实不然 由于印度人蛇 存在很大的毒液地理变异 在不同地区所表现出的致死率 可能会有很大差距 比如在马哈拉斯特拉邦 收集的41例印度人蛇咬伤病例中 有一半的人出现了呼吸衰竭 其中一名患者 更是在被咬后30分钟内死亡 可见毒性强的印度蛇 实力相当恐怖 绝不是周三之流能碰瓷的 印度尼西亚的一名耍蛇人 大壮在一周前捕捉到了一条眼镜王蛇 看到今天是星期六 他便把蛇拿出来给邻居看 顺带表演一下耍蛇 增加自己在邻居心中的分量 但这条四米的野生眼镜王蛇 并不是很给面子 第一次咬中了大壮的右手 第二次直接咬中大壮的脸 不过大壮依旧面带微笑 继续耍蛇 在大约两个小时后 他出现了严重中毒症状 这才送往医院 尽管医生给他注射了抗毒血清 但眼镜王蛇的毒素已经扩散全身 当晚大壮就没了 哇哦 被四米眼镜王蛇咬了两口 还在继续表演 我只能说他真的很爱耍蛇 又或者说没有认清现实 其实大壮在当地是个非常有名的耍食人 他经常向别人展示自己的蛇迹 同时他还自称自己是该区域最好的治疗师 这个治疗师的意思 应该是他有那种蛇药草药之类的吧 所以他被咬后是一点也不慌 但他显然低估了眼镜王蛇的实力 更何况这还是印尼的眼镜王蛇 要知道印尼眼王可不像马来眼王那样 毒性相对较弱 目前印尼眼王有两个毒性测试 分别为静脉1.1和0.48 而马来眼王是0.9和2.9 在神经毒含量上印尼眼王也要高很多 他的α神经毒含量达到37.1% 在高毒性成分上可以脸压马来眼王 再加上不熟的体型 印尼眼王理论上相当致命